明星最想要删除掉的角色,王凯是娘娘腔,范冰冰是金锁。 明星在出道之前,都有因为不得已而接下来的角色,有些角色明星甚至都想到给他删除掉,那么哪些角色是明星想要删除掉的呢? 王凯最想要删除掉的角色大概就是丑女无敌几年的娘娘腔角色。 王凯当年评级着狼牙榜晋王一角而备受关注,甚至已远成为当时最红的男星之一。 所谓人红是非多,王凯也不例外,不过他不是因为私生活,而是因为角色,在丑女无敌几年,他生动地出演了一个娘娘腔,在此后的几年,不断有娘娘腔的角色找上王凯,不过他都拒绝了。 王凯最想要删除的一个角色,大概就是金锁了。 因为每年的暑假都会播放《还珠格格》,导致每次有人见到范冰冰的时候,就称呼她为金锁。 对此,范冰冰说,自己非常不想要别人喊自己金锁。 虽然范冰冰不喜欢金锁这个角色,甚至每次提到的时候,都脸色满脸尴尬,但是观众却非常喜欢金锁,金锁也成为了范冰冰的代名词之一。 唐烟将要删除的角色,大概就是他出演的那些傻白甜的角色,正是角色,才让唐烟一直无法突破他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。 他甚至多年来一直被网友称为傻白甜。 为了摆脱这个称号,唐烟出演了很多角色,有杀手,甚至还有卧底,但是似乎失败了。 而现在唐烟也从傻白甜变成了霸道女总裁。 杨阳最想要删除掉的角色,大概就是那不让他成为黄晓明二代的微微一笑恨星成了霸道。 在这部剧上映之后,杨阳成为很多少女的男神,但是在观众心目中,他成功取代了黄晓明成为了新一代的油腻小鲜肉。 这部剧虽然让他备受关注,同时也他摆脱不了随时随地耍酷的形象。 虽然说这些角色都是明星费尽心血塑造出来的,但是有些角色实在给网友留下了太过于深刻的印象,导致这些明星每次转型都失败了。 对此,他们怎么可能不想要删除这些作品呢?